嗨,大家好,我是安利 今集跟大家說說 美國抹黑中國是一個好戰國家 而美國著名學者就說出真相了 大家都知道 自從上一日美國總統特朗普 決起對華貿易戰之後 中美兩個大國終於拉開了 本世紀最為激烈的對抗 我們國家一直是致力於實行 獨立、自主、融通 以及多極的世界那裡 而美國一直嚮往單極世界的統治權利 所以兩個國家走上決戰 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 只不過新冠疫情和美國激進勢力 加速了這一日的來臨 雖然在整個事件中 我們中國可能比較被動 但是被動也有被動的好處 我們可以以不變應萬變 不斷強大自身體量 已達到美國無法威脅恐嚇的地步 但是美國利用輿論 不斷被中國頭上扣帽子 確實有些看不下去了 舉個例子來說 美國為了挑起俄烏衝突 甚至是台海戰爭 不斷釋放中國、俄羅斯的威脅論 將中俄定義為好戰國家 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確 就是比歐洲和亞洲地區 製造一種危機感 好讓美國可以插手干涉 事實證明 從過去到現在 無論美國是用民也好 用武也好 其根本目標就是造成區域內的混亂 然後營造出美國特別安定繁榮的假象 這樣就可以促使亞歐地區的資本外逃到美國 沒有了資本的強國 早晚都會成為外強中干 但是客觀來說 找藉口也要找得似模似樣 講俄羅斯好戰或許還可以理解 但是造謠中國是好戰國家 這樣不是自取其辱嗎? 根據外媒的報導 美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杰·佛里·薩克斯在接受奧地利電台節目主持人 詹密特·昆池採訪時表示 美國常常把自己包裝成為民主使者 但是美國政治精英根本不關心民主 他們打著這樣的旗號是來確保霸權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佛杰·里·薩克斯還表示 中國在過去的四十年都沒有參加過任何戰爭 美國卻說中國好戰 這樣就是美國玩弄的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如果中國都能夠被定義為好戰國家 這樣美國便成為戰爭狂魔 美國重建國至今也只有二百四十幾年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 在這二百四十幾年 居然只有十六年沒有打仗 到目前為止參加的戰爭和對外的軍事行動 就高達二百四十幾次 在近代歷史上 中國的每一次參戰都是為了自保自圍 如果這樣都能夠被當成為針對的藉口 那麼美國是否應該被世人注資呢 世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美國的無限的殺方和有變 遲早就會自取其辱和自食其果 我這裏用一句話來形容美國 沒有最醜陋 只有更醜陋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及支持 下一集再見